各位听众,欢迎再次来到波尼米尔的播客 今天我们将更深入地讨论一下肺癌以及各种治疗方案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肺癌 事实上,当正常癌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和分裂时 它们会形成大量异常细胞,这被称为肿瘤 如果不及时治疗,肺癌可能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嘿,Alan,既然我们在上一集中只提到了肺小细胞肺癌 那么这是唯一的肺癌类型吗? 不不不,Estella,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肺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 肺小细胞肺癌是最常见的,约占所有病例的85%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肺癌是造成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 那如果不幸患上了肺癌,有什么治疗方法吗? 当然,有很多种治疗方法 包括手术、放射治疗、化疗和靶向治疗 然而,这些治疗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副作用 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完全清除所有的癌细胞 又或者,患者可能会对某种药物产生耐药性 那么Alan,你对目前肺癌的治疗方法及其局限性有多少了解呢? 嗯,手术是早期肺癌最常见的治疗方法 外科医生会切除肿瘤和一些周围的健康组织 但这不总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 例如,肺功能较差或者有其他健康问题的患者也可能无法承受手术 甚至,如果癌症已经扩散,手术也可能无效 对了,我知道另一种治疗方法是放射疗法 它使用高能术来消灭癌细胞 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手术和化疗联合使用 然而,放射治疗也会损害健康组织 导致疲劳、皮肤变化和吞咽困难等副作用 原来是这样 说到化疗,它设计使用药物杀死癌细胞或阻止其生长 它通常与其他方法一起使用 但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恶心、呕吐、脱发和感染风险增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对化疗反应良好 除了化疗和放射治疗之外 我还知道另外一种治疗方法,称为标靶治疗 它是一种针对促进癌症生长的特定基因或蛋白质的新型治疗方法 尽管它已经给患者带来了一些希望 但并非所有的肿瘤都对其有反应 并且某些肿瘤最终可能会产生耐药性 据我所知,还有免疫疗法 这是一种增强人体免疫系统 以帮助其对抗癌症的治疗方法 一些患者看到了惊人的效果 但另一些患者却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或根本没有反应 虽然这些治疗方法对某些患者有效 但它们也有局限性 许多患者的愈后仍然不佳 治疗的长期副作用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项目如此重要 我们目前正在研究肺癌治疗的新方法 旨在克服这些限制并改善患者的健康 我们的项目都是关于标靶治疗 特别是使用奥西蒂尼作为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 它是一种个氨酸基酶抑制剂 针对EGFR基因的特定突变 这种名为T790M的突变 存在于大约一半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例中 它使癌细胞对标准EGFR抑制剂更具抵抗力 奥西蒂尼的作用是阻断突变的EGFR蛋白的活性 从而减缓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临床实验表明 它确实可以帮助改善 携带T790M突变的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但是就像任何治疗一样 耐药性仍然可能发生 是的 耐药性的原因之一是新的EGFR突变的出现 例如C797S突变 这使得EGFR蛋白对药物的反应减弱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替代信号通路的激活 例如MAT信号通道 尽管奥西蒂尼存在 但该通路仍允许癌细胞生长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耐药性和改善患者治疗效果的方法 我们重点关注三件事 健康影响 教育和复权 以及全球合作 对于健康影响 我们正在尝试为奥西蒂尼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 开发新的解决方案 这可能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更长的生存时间和更少的痛苦 对于教育和复权 我们不仅仅专注于我们的项目 我们希望与社区分享我们有关合成生物学的知识 并激励其他人利用它来解决当地的问题 最后通过全球合作 我们参与了名外iGEM的国际竞赛 因此我们不仅致力于在香港解决这个问题 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合作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我们就能在对抗非小细胞肺癌的抗压性问题中取得一些进展 那么这就是今天Pollinear播客的全部内容 请密切关注我们即将播出的节目 下一集我们将和大家讨论 如何发现自己患有非小细胞肺癌和相关的应对方法 感谢你们收听本集的内容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集的来临 我们下集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